字幕 李宗盛 嗨~~ 可能是謝謝 是 안녕하세요吧 我們現在人在韓國 終於 睽違了大概將近三年沒有飛出國了 然後這一次呢 就是在來韓國之前 我做了蠻多功課 發現現在手耳有超多 我們之前沒有來過的地方 你知道以前大家來的時候 不就是 宏大、梨大、東大門 或者是什麼京夫宮 現在都更新了 這些都遜掉了 就已經落伍了 這次呢我就是查了 現在就是韓國手耳最流行的一些逛街啊 購物地點 這幾天我們就帶大家去逛逛 吃吃走走 出發 我們先來吃餓一下 第一天吃這個 百年土種生雞湯 這一天是我覺得 比土俗春好吃的雞湯 而且剛好就在我們飯店斜對面 我現在右手邊這一條就是以前 大家通常來宏大都會逛的商圈 可是其實這一兩年越來越紅的是 就是更過去一點的叫做延南洞 那個延南洞就是我查一下 有超多可愛的咖啡廳跟小店 就是現在很多年輕人會喜歡去的地方 所以這邊過時了嗎 也沒有過時但蠻多店倒了 然後就是我覺得它的店比較 很多就是逛起來很無聊 很觀光客啦應該這樣講 所以很多人就往那邊發展 然後還有人會專程去延南洞的公園野餐 所以我想要看一下 就是今天的天氣也蠻適合 天氣很好我們就往那邊去走 你有沒有覺得這裡很美 這條路就是超級浪漫 我覺得有種很適合約會啊 或者是家人來散步 而且我剛剛沿路看到超多人遛狗的 就是一個很chill 在都市中有一個 比較chill的氛圍的小公園 很舒服啊 嗯很舒服 我賣完了 只好去另外一家 還好我有找備安 是 快稱讚我很聰明 好厲害 這是Pie in the Shop 就是我的備安 這間店很可愛 你看 長大間的 滿漂亮的 半拔這裡超多漂亮的咖啡廳 就每一個地方都很想要手機拿下來決戰 我們去看有沒有外景 很多不同的Pie 然後它就是先選 然後再去櫃台決戰 欸它拿鐵 蠻大杯的欸 而且我跟你說 我覺得韓國他們超會創造儀式感 我們剛剛自己拿Pie對不對 然後點完之後 它那個店員歐爸 還給我們這個蛋糕的小卡 就是讓你吃蛋糕 才可以知道說 喔我今天在吃的是什麼 這樣子 這間裡面有很多那種韓國小眾設計師品牌 剛逛了一群 我覺得它顏色走那種 比較繽紛的感覺 但我沒逛到喜歡的 所以 下一家 我現在後面這一間 是去年才開在宏大的 然後這個本來是一個 好像是線上的潮流平台 然後它做了一個實體店 然後裡面男裝女裝都有 聽說就是 現在很多年輕人來愛逛 到了這個 Apple Arrow 這個是韓國潮牌 但是它很有名到就是一些 歐美電商上面也有賣 但我覺得這個地點有點不好找 剛剛還問了一下 當地韓國人怎麼找 買了兩袋 都不是我的 P哥在那裡 欸這次來有沒有覺得韓國比較好逛 有欸我覺得你查了滿多間 我是不是很會做功課 對到時候來跟你們分享 現在要來吃這家 是我之前查到的就是年糕辣炒雞 因為我對韓國這個年糕辣炒雞 印象非常 就我很愛吃那個 很濃的起司 所以就來吃這家 剛好在附近 有沒有看起來很好吃 有沒有看起來很好吃 有口水 它微辣就很辣欸 我覺得不敢吃辣的要小心勝選 但是它的味道真的超級香 那個起司非常的濃 喜歡 你好 今天是第二天早上 睡得超飽 我們兩個昨天直接在飯店睡爛 睡滿了八九個小時 所以現在精神充沛 第二天呢我們安排了一個行程 是我這次蠻期待的 就是叫做現代百貨首爾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現代百貨在韓國有超多 就很像新逛3月SOGO有很多分店 但是這一間呢它開在乳伊島 是去年才開的 所以相信很多就是疫情過後 沒有來韓國人應該都沒有去過 然後我自己上網查的時候 我非常的期待 因為它非常的大之外呢 它的每一層樓就是有精品 有韓國品牌 然後還有一些潮牌 現在最時髦 然後最流行逛的地方 而且有人就分享說 這一間是韓國最厲害的百貨公司 然後甚至有人覺得說這個是 就是亞洲規劃的最好的百貨公司 所以我超級期待 而且它蓋得很漂亮 跟你們說交通的話啊 就是搭地鐵到乳伊島站 然後我們剛剛是搭到 乳伊島站的3號出口 沿著那個路標一直走 其實非常的好認 就是跟著人群走就會到了 然後我們現在先去B1吃早餐 太餓了 它B1有超大的美食街 就是你可以挑你自己喜歡吃的料理 然後我想吃一個什麼蛋漢堡 我找一下它在哪 到了這邊我想吃Xlux 然後它是那個蛋飽 看起來超好吃 我也想擠時間 這蛋看起來超好吃的 而且其實這本來是P哥點的 然後他活生生都講過來 我說我本來想點的是這個 謝謝囉 我要吃一口看看 嗯 嗯 好吃 好吃耶 它的這個下面這層麵包超軟 然後它的蛋很香 我喜歡 再來現在我們要去B2 B2的話呢是潮流順地 就是有超多年輕人現在喜歡的品牌 有在這一層樓 就來看一下啊 因為我覺得這一層好處是男生女生都有得逛 球鞋控這裡 男人的天場也沒有來 喜歡球鞋的話 這間它有賣很多限量 我剛剛看到那個 Travis Guard 然後還有ABLO的鞋 這邊都有 但可能要看有沒有適合的尺寸 看看也是蠻過癮的 然後還有這家 應該叫Archids 它也是H&M旗下的品牌 然後風格跟Coast蠻像 所以如果喜歡那種比較簡約風 也可以來逛這個 因為這台灣沒有 好累喔 我剛剛逛了 現在腳超痠 我覺得韓國男生蠻多地方可以逛 因為台灣男生可能都要去哪裡買東西 可是我覺得韓國就是真的很多設計師品牌 然後還有很多那種沒有性別啊 男女都可以一起穿的 比台灣好逛很多啊 對男生來講 好有氛圍感喔 聖誕節要到了 終於等到我們這個藍瓶咖啡 之前去東京就很想念 它的那個咖啡很濃 一樣好喝 但是我必須說我覺得 如果可以不要排週六來逛現代百貨 因為人真的超級無敵多 這裡的位置要用搶的喔 對就是 因為你逛街逛到腳淚 你可能要喝咖啡或是休息一下 真的是人太多了 我們現在在一樓的這個Maison Margiela的快閃店 好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上網查 他們在每一個期間會有不同品牌辦快閃 然後我們來的這段期間 剛好就是Majiela 然後我本來超想逛 因為台灣沒有 門口的人跟我們說要等到七點 你知道現在幾點嗎 現在才不到五點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逛的話 都要就是建議可以先去拿號碼牌 然後呢拿號碼牌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要有韓國手機 像我們剛去喝藍瓶咖啡 也要領號碼牌 然後這個也要 所以剛好遇到那個門口的那個店員會講中文 他就是讓我們七點直接回來 不過如果你有韓國手機號碼在這邊排隊 還是比較防頓一點 逛完現代百貨啊 推薦大家就是可以排一個行程 就走到附近的漢江公園 就是漢江公園 就是我看那個韓劇很多 那個情侶啊或什麼會約會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來體驗韓國年輕人他們的約會勝地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到處都會有那種泡麵機 然後你可以買一些魚板啊泡麵 走 我選 這個看起來很好吃耶 他說Pishote 是嗎 Pishi 喔Pishote OK OK 掰掰 我要去哪 我要去下面啊 跟著人群走 你看看這裡可以看漢江的夜景 就是很多人都會租野餐店 然後在那邊吃 結果我們沒租只好坐在路邊 很可憐 可是那個泡麵真的好香喔 麵超Q的啦 準備出門 好 一步而已 今天呢我們要去的第一站是順水站 順水洞 誰講錯 順水洞是在我們之前去過建大的附近的一個新的商圈 然後這個商圈就是也很多質感小店咖啡廳 然後我是沒去過的所以我滿期待 而且你有發現我今天一整身穿都是昨天的戰利品嗎 還有新買的鞋子 有沒有剛好可以搭出門 而且我覺得韓國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冷 因為我本來戴什麼羽絨那種博外套跟發熱衣都沒有穿到 只有晚上啦晚上會冷一點 所以我今天就打算穿得輕便一點 不然身上穿太多衣服很重 好我們到順水洞啦 這一區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早期就是會有很多工廠 然後後來因為就是人工慢慢不需要了嘛 所以就這些工廠就會被廢棄掉 然後前幾年就開始有一些年輕人 他們就把一些這種比較舊的工廠啊建築去重新改造 就有點讓他們賦予新生命 有點像我們台北松菸 或是那種高雄博爾特區那種概念 所以就吸引了很多年輕人現在就會來 因為他就會把它改建成一些選品店啊 或者是咖啡廳 算是新一代比較多年輕人會來逛的地方 所以它又有一個別稱叫做 首爾的布魯克林 我就覺得蠻期待 因為我蠻喜歡這種 新舊文化衝突 然後很藝文特區的感覺 等一下我們就會去逛逛 但逛之前呢 我們今天要先吃一間 我在網路上看到看起來非常好吃的蛋包飯 好走 我吃一個蛋包飯 超好吃的 它那個蛋超高嫩 這個很有名的辣奶油意大利麵 它不是那種奶味很重 有一點點微辣 我覺得味道是怕那種奶味太重的人會喜歡 蛋麵好好吃喔 它有嚼勁的 銀杏耶一整排 因為我們來的時間 剛好其實楓葉跟銀杏都枯的差不多 但路邊就是偶爾還是會有幾株 這個還是開得很密耶 好漂亮喔 下一站我們來這個叫做聖水聯邦 它也是一個就是老屋改建 然後好像有三層樓吧 然後就有很多什麼文具小店啊 還有咖啡廳 很多年輕人會來這裡 我買了要送大家的禮物 這家店好可愛喔 就很多小食品 這家店好可愛喔 噴觀一下它的裝置 太空人的概念 太空人的概念 聖水電的 現在要去一間咖啡廳 然後它的風格非常特別 它是暗黑咖啡廳 暗黑系的 它叫做我不知道怎麼念 NUDAK吧 這間現在最時髦的咖啡廳 裡面聽說更厲害 進去喔 你看裡面 你看裡面 這裡 它就是甜點都設計的造型 跟你印象中的甜點都不一樣 然後它用很多黑色的元素 所以就會覺得 它就是我剛剛說的暗黑系甜點 剛剛本來想去那個NUDAK嘛 結果人爆滿 就是完全沒有座位 所以我們就往前走 就誤打誤撞 找到這間叫做 應該叫Mellower吧 結果我剛剛一查發現那個BTS之前 有成員來過這裡打卡 所以這邊就爆紅 來了 Mellower 用著 對 這看起來很好吃 而且我剛剛看已經沒了 這裡路邊有個鏡子耶 第二道了 我跟你說我這次來之前 我就超級想要來這裡拍照 就是它在聖水開了這個 這一間就是概念店 而且聽說就是只開兩年限定 就到2024 然後這整棟它就是風格是致敬那個 巴黎蒙田大道的本店 所以你在這邊拍照就有種 我好像置身在歐洲的感覺 本人超美 很多人在那邊拍照 再來我們去的這一間 是韓國這一兩年紅起來的設計師品牌 應該叫Mattin King 然後它藏在一個 很多旁邊工廠的小巷子裡面 然後這間的風格是我的菜 就是我覺得它有點像個性版的 Margella的感覺 所以我就想說進去逛一下 然後這次我們都是蠻 挑了自己想要去的點 就是然後再走 不然我覺得如果這每一條街都要逛 你真的會走到腿爛掉 看特別吧 有塗鴉感 Memba 一次杯三代喔 本來呢 我想說逛完滲水洞 這幾家 應該還可以再去排一個漢南洞 結果太重了 我真的沒有辦法 果斷決定先回洪湯放東西 你跟我們好嗎 欸不理我 好 今天的最後一站逛街 去我們前兩天沒逛到的 叫做LMC 這個牌子也是韓國當地 就是蠻流行的街頭潮牌 到了 在宏大的地方有一間 應該是旗艦店吧 好 現在再打折喔 吃飽了 我覺得這家 我喜歡它店裡很乾淨 就是雖然是那種烤肉 可是都不會有那種油膩感 然後肉質也還不錯 吃完我們兩個人大概吃 欸我們兩個人吃多少 你喝醉了啦 沒有我跟你講 我剛剛一個人喝掉一整支美酒 那你就喝醉了啊 厲害吧 然後我們兩個大概吃2000左右 給大家參考 這是金鐘我跟哈哈開的燒肉店 在宏大 你喝醉了喔 你喝醉了是不是 很可難 喔 今天第四天呢 我們來到了首爾的高級商圈 我覺得它很像是 我們的信義區 就是它有比較多精品的店啊 然後非常多有錢人都會住在這一區 那我之前逛過的是 新沙洞那一區 就是林茵大道 那這一次呢 我們是選擇從那個 霞歐廷羅德奧這個站出站 因為這邊會有更多一些 買手店小店 然後我想說逛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我們再慢慢往新沙往回走 然後在開始之前 我們今天先去吃 我欣欣念念已久的 Shayshay 欸因為台灣沒有得吃嘛 所以每次只要到亞洲 鄰近國家有Shayshay 所以我都一定要去採點一下去吃一下 來了來了 我跟你們分享 那個Shayshay 一定要點這個Lemonade 會有種回到美國的感覺 然後他們的漢堡真的我覺得超級好吃 我覺得它的那個醬料跟肉 它已經不算是素食店 我會把它歸類在漢堡店 所以個人非常喜歡 這附近有一棟 Gentle Monster跟Tamburines 還有Nuduck 就是他們是同一個集團 然後蓋了一整棟 所以如果剛好想逛這三個品牌 這邊可以一次滿足 講你要的這個品項有什麼 買了很多 然後你就可以拿這個小卡去櫃台結帳 我覺得他們家的那個 之前用過護手霜 我就覺得整個包裝質感做得超美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適合送禮 自用兩箱 反正就值得來逛一逛 買了一大袋戰利品 還要給你們的禮物喔 這個是就是現在最紅的護手霜品牌 然後像前陣子Jenny不是才拍了一個围定 然後我就親自來聞那個味道 我很喜歡他們店裡的氛圍感 現在在等他就是有一些可以選禮物包裝 所以如果要送人的話可以加購那個禮盒 這樣子 昨天在那個聖水洞不是人很多嗎 結果今天我們來新沙洞這邊也有一間分店 然後這間分店呢 就是剛好可以一起逛Gentle Monster Tambourines 我就點了一個我昨天一直很想吃的這個黑蛋糕 沒看過黑色的吧 裡面是長怎樣呢 裡面是白色的耶 完了我切得好醜 這樣我要吃囉 是好吃耶 它裡面是水鍋海綿蛋糕 它長了一個很邪惡的外表 裡面有天使的內心 這一區啊就是也是非常非常多店 所以如果沒有事先做功課的話 你就會不知道該從哪裡逛起 這一家是我在網路上查到 它也是一個算選品店 然後有很多牌子 而且我很喜歡它的裝潢 就比較現代風格 叫做Works Out 接著我們來這一間 是現在在韓國非常流行的蜂蜜米酒 然後我查到這間的評價還不錯 它進來之前 它會先看你的ID有沒有成年 然後你可以點這個米酒 然後再點那個蜂蜜 它會幫你現場切塊很特別 然後這裡我看很多都是年輕人 然後有情侶也有好姐妹 就是蠻適合跟朋友一起來小酌的店 吃看看 喔好喝欸 它就是韓國米酒 可是它的那個米香帶一點點清甜味 我覺得女生會喜歡很好喝 好我們現在把行李收完了 剛剛費勁的千辛萬苦 才把我買了一大堆東西塞進去 而且還塞不完 就是還多了三袋 到底是多會買 把握最後一天 因為我們今天是晚上的飛機 所以我想說再去那個 沒去到的漢南洞走一下 因為當地人也有推薦 那邊還蠻值得去走走的 好 走吧我們去Check out 好我們現在在漢南洞的一家餐廳 我們叫做南洞 這家很可愛喔 它是創意韓食 然後為什麼會知道這家 是因為我們昨天去那個 小鷹廷的時候遇到一個住在當地的姐姐 她推薦我們說這家很特別一定要來吃 所以我們就馬上來菜店了 它的料理真的做的就是拍起來超可愛的 像這個有蝦仁煎餅 然後生魚片 然後你知道這個裡面包是什麼嗎 是飯 超酷的 然後還有章魚 就想說來吃一點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我們每天都吃一些什麼燒烤什麼 大家應該都知道 這一間是我查到 我個人覺得它包裝非常吸引我 就是它走黑白紅三個顏色 然後是香氛 也是近期好像在韓國討論度也蠻高的 它的門口超特別的耶 感覺要去一個洞穴裡面 有點邪惡 然後微情色立線的感覺 跟大家分享那個漢南洞這一區 就是在梨泰院附近 然後這裡呢就是也蠻多文青聚集的地方 因為它就有很多文藝中心 像你看到這邊就是有什麼音樂博物館啊 還有一些美術館藝術館之類的 所以我就很喜歡這裡的建築跟整個氛圍 上次來的時候我就超級喜歡這裡 然後除了大馬路上巷子裡面 也很多一些可愛的咖啡廳 所以這一區我覺得逛起來也是蠻舒服的 你看它哪一層樓的主題都不一樣 好像住在那種倫敦的家裡 耶 定了戶外座位區 你看 好可愛的 來我們選一個絕佳味 好喘 這一間韓國現在非常非常紅的牌子 然後代言人是金高穎 就是鬼怪那個女主角 我覺得這個牌子的質感蠻好的 就是很對著其它的價格 然後他們家最經典就是那個小花圖騰 那你前幾天不是還剛逛過 對 可是前幾天我逛的是百貨裡的 如果你想要比較貨量齊全的話 還是來專賣店 氛圍感的話 對 然後這間店的整個水泥牆的風格 也是走一個比較簡單乾淨的路線 最後一站我們回到宏大 我最新發現的寵物玩具店 它有點難找 藏在一個小巷子裡 我要進去囉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太可愛了 這不是狗狗的玩具 他被打屁股我去 好我們準備要來登機了 這次的韓國自由行 跟上次比起來 我覺得有好像認真挖掘一些小店 好像變得更好逛 真的買了非常多東西 所以這次我們回去 除了這支Vlog之外呢 我們還會再拍彩妝戰利品 然後還有其他的衣服啊 什麼的戰利品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這次的韓國連載片這樣 好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影片 那就這樣啦 我們準備登機去 掰掰